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昨天看见了这个消息在推特上 我觉得它是整套的 它是完全整套动作了 这个整套动作开战习文 我们刚才解释了开战习文 是昨天下午外交部登出来四万多次 当他把他的部署 一条法律有了 然后第三个航空母舰出来了 然后就把台湾可以把台湾围住 这个时候台湾是台湾的行政院的院长说 我们有飞弹 我们的导弹可以打到北京 人家就放了一个导弹 人家说拦截成功了 世界上最成功的 到现在在实战当中 最成功的是爱国者导弹 爱国者导弹是拦截导弹最成功的 那中共以这样的方式 就是针对性极强 它在完全很认真的对待 美国跟台湾的反应 包括主要是军事上的反应 它会把它放到一种 就是它的氛围会营造 很实战的一种氛围 这种迎战的实战的氛围 可能会延续到七月底八月初 就是北戴河会议期间 这种氛围会最厉害 无论台湾宣称自己拿到了什么样的武器 中共都会拿出跟它平衡的武器 向国际社会展示 会进入这样的一种冷战竞争的状态 冷战跟台湾保持冷战竞争的状态 我依然认为不是真的要打台湾 不是真的要打台湾 而是说有没有可能打 有可能 它随时可以打 但是台湾的今天的左派的政府 左派的媒体 左派那些 我一直在强调 这些左派这些智囊们 冒了鼻丁炮就得了 还是少冒点鼻丁炮 不要去针对 不要去针对习近平 不要针对习近平 意思就是说 不要被共产党的 让习近平自身的衰败 挺衰败的他 自身的衰败 跟共产党完全融在一起 被共产党利用驾驭他 就是共产党 你的强 你的做法 毫无用处的 用嘴用文章的做法 会促成习近平 被共产党的邪灵 以附体的方式完全占有他 从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距兵于千里之外 让任何的战争不会发生 发生在台湾的整个环境中 这是今天的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用防御的方式 用导弹的方式 这不妨碍 但是你要在生命的道理上 完全使得今天 中共上位的主政者 习近平本身 让他想封 封不了 那人封了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实力的问题 一个人再有钱 有的是封了的 一个人再有名 有的是人跳楼的 对吧 一个人再漂亮 也有他认为自己 见不得人的那张脸的 那个地方 打这个地方就对了 那个地方不是硬碰硬的 那个地方是生命境界的 所以你缺师爷 你台湾缺少师爷 你台湾有太多的这个智囊了 鼻定了 鼻定泡了 智囊鼻定泡都是读书的 师爷不是 师爷是生命的 所以那中共的做法 一定是在这些 鼻定泡的角度来讲 去威胁你 对吧 去威胁你 所以这是一对一的 这样的展示的本身呢 已经在 已经表现在战争前沿了 基本上是这样意思了 中共防空系统的重要一步 那你说它是会不会造假呢 我不否认它有可能造假 它造假 它也知道怎么造假 反正这世界生活在虚假的一切 对吧 乌克兰造假 人说那你乌克兰造假 你以为美 这个俄罗斯就不造假吗 我绝不否认 俄罗斯可能造假 但是你全世界把俄罗斯的 有关的消息全给封了 你就是个造假的 你就是个傻蛋 你就是有问题 你封它干什么呀 你封它是怕它说话吗 你怕它说话便于你造假吗 它没封你 你封它 不就如此了吗 就这么点事吗 对不对 所以你用这种反问的方式 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外面都有卖银的 你卖吗 外面都有嫖娼的 你嫖吗 外面都是开机院 你家开吗 这地方竟是中国人开的夫妻店 开机院的 所以那个道理 就是马克思毁人的辩证唯物论道理 马克思用他的上嘴唇 骂他的下嘴唇是孙子 用他的下嘴唇 骂他的上嘴唇是婊子 辩证唯物论 因为他没有任何道德约束 他只有利益上的战友先锋 透彻了吧 庆祝了吧 所以不要再讲那些话 中共军方成功拦截了飞行中的弹道导弹 中共声明澄清 测试本身是防御的 无意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他做这个事情 是为了表明 他有能力去威胁美国 在俄罗斯的威胁 跟美国之间 北欧之间的 欧洲之间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没有展示任何 他拦截导弹的能力 没有 他一直直接发出威胁 就说我们家有核武器 那中共没有 所以中共更狡猾 中共说我可以拦截你 我可以拦截你 你说你能拦截我 但我也可以拦截你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说法 对不对 那我能拦截 我就可以攻击 我就更加的完善 所以这是为核威胁做的铺垫 他肯定会进行核威胁 如果他进行战争的话 所以这是完全是战略上 战前上的宣传的一部分 世代发展咄咄逼人 台湾是个独立的岛国 中共国一直说它是领土 派了很多飞机战斗机 美国跟台湾保持良好关系 但是美国一直没有明确发誓 说会进行武装干预 是 没有 美国跟台湾保持着复杂的关系 本来不复杂 现在给人弄复杂了 因为你本来美国是跟他正统的中华民国的关系 你还整天叫台湾 就给叫下名 叫下名 毫无益处 对吧 就像女人一张脸 对不起 我说这意思 中看不中吃 不中用 没用的 比如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丑妻禁地加中宝 那是中国人的说法 在人性堕落的问题上 对吧 女人的一张脸 会惹来麻烦 而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 可不妨碍女士们很漂亮 不妨碍女士们 我们讲的是这意思 是因为饿的东西太饿 而不是女士们长得漂亮 和很得体 不是这个意思 哎真难 讲点什么都得解释半天 所以 那你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 enjoy是欣赏的 但是呢 他同样相生相克力 带来麻烦 左派的势力 就把这脸都给 都给绝对化了 对不对 拉皮的 抽筋的 拉肉的 扯皮的 垫这儿垫那儿的 我猜 抠着 把所有能抠着 不能抠着 全给抠着了 这就是左派 那就下了 上帝给了你这张脸 给了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保持上帝 天意所拥有的 对吧 我听过类似的故事了 有些人 在你脸上动刀动枪的 把你脸改了 就把你的魂魄都改了 有些人改完脸 那女孩改脸 对不对 都改成小尖联 近期的都是狐狸 你就慢慢享受 所以 有些男的孩子 你老婆改完脸 你会发觉 跟你原来的老婆不一样 你们俩的事 我话就把这说着 谁自己品味 你自己回家自己品味 所以就一样的道理 人们没了生命了 什么都没了 那台湾是美国最大的 国际支持跟武器供应国 又没有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美国遵循着台湾关系法 而台湾关系法呢 承认但不认可 中共国拥有该岛的主装 这就讲了复杂 它就复杂了 所以就是 这整了半天复杂 就是台湾这俩字 整的 哎呀 真的可怜 真的惨 那总统呢 拜登总统出了很多麻烦 我们讲过了 他又说武力武力武力 然后我们会武力保护台湾 那美国政府又不这么干 所以就这样了 蔡英文宣布 台湾军方跟美国达成合作协议 国民警卫队的 有关国民警卫队的问题 在美国访问期间宣布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 是这个美国民主党的议员 宣布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无外乎是一种震慑的 它是一种震慑的作用 来表示 来表示台湾完全仰仗美国 美国也绝对尽其义务 尽其责任 是对的 对不对 完全是对的 但我就跟大家解释了 那所有这些义务跟责任 都是一种信誉跟承诺 对不对 你与其被动的仰仗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能主动的 你自己生命境界的方式 去阻止这个习近平疯了呢 当你的生命境界有能力 让习近平不疯 你不就最安全吗 所以你的真正进攻进攻这个 中共的方式是看不着的那一面 是完全生命的道理的那一面 所以我说你缺个失言 那台湾之间的军队的合作是如何如何 然后议员到了该岛 议员到了该岛 你拜登一个人去 总统去了 就全解决了 议员 有的时候就是个笑 我们下期见的我们下期见的